请我愿的,但是王力宏、汤唯怎么被人逼婚了呢? 原来两位是在电影色系当中纯纯的爱是苦无结果 就让16万的大陆网友觉得实在太可惜了 觉得西万的积极帮他们两个来凑合 不仅是帮王力宏跟汤唯制作了合成的结婚照、结婚证 甚至就连结婚的日期都定好了 电影色系里头,王力宏和汤唯互有好感 最后却无法共结连历 甚至双双被砍头 这样的电影结局似乎让大陆网友相当遗憾 网络上就出现了这张合成照 王力宏和汤唯不仅穿着婚服走入礼堂 两人甚至连结婚证都办好了 结婚日期就在2007年8月16号 将近16万网民认为王汤唯简直是天造地设 甚至赞赏这对巨男美女生下的宝宝一定很漂亮 网友列广王汤唯开花结果 其实王力宏在东京宣传电影色界时 就曾公开表示欣赏汤唯 对他戏里戏外都有爱的感觉 加上两人经常出双路队做宣传 当时还有传闻说两人已经秘密交往 如今却被成千上万的网友公开撮合 网友甚至引用电影中的经典对白 汤唯对王力宏说 三年前你可以的为什么不 而对王力宏喊话 说他现在就可以 网友一片看好 只是王汤到底练不练 恐怕还是得让当事人自己决定 都是新闻做不到 好了一看可能观众会 好 好 感谢观看